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在当地时间23号 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波的重大制裁 外界认为是跟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猝死 以及持续两年的俄乌战争有关 拜登并未透露制裁的相关细节 美国白宫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则表示 普廷需对纳瓦尼的死以及战争行为负责 呼吁国会尽速通过援助乌克兰资金 目前为止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对数千名俄罗斯人和企业进行制裁 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资金 禁运部分俄罗斯商品 对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等 新一波制裁成效如何仍有待观察 装饰综合报道